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加入线上直播 小朋友我们上课咯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加入线上直播教学 我是台南市东区郁文国小林雨萱老师 在教学活动开始前 老师在这里要先做几点的说明 第一个 为了现场收音的品质 所以老师在这里是没有戴口罩的 老师跟现场的工作人员 是有保持安全距离 社交安全距离 所以我们有做好防疫的动作 再来第二个 昨天的直播教学中 老师发现有些小朋友 你在网路上的留言 要稍微留意一点 不可以在上面 谩骂其他人 也不要留下不雅的字眼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教学的教室里面 能够保持你的风度 然后认真地学习 今天的活动 老师准备了一样两段影片 在这当中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在留言区 写下你的问题 老师会及时地帮你做答复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们会帮你做这些问题的答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第一段的教学影片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要进行的是 四年级康轩版国语科 第十二课 有用好还是没用好 今天的课程大纲 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是解疑惑 第二个是文本讨论 我们会继续完成 第十二课 有用好或没用好的文本探究 老师将透过两个活动的进行 来让大家更深入理解课文 第一个是结语的撰写 第二个是观点的论述 首先我们先来看解疑惑 在昨天的课程当中 老师发现线上同学们 有提出了一些疑问 于是呢 老师就针对三个疑问 来为大家解惑 第一个是文体 有很多小朋友在问 这一课到底是什么文体呢 还有人问 什么是自然段 什么是意义段 再来 还有人问 谁是装周 谁又是会师 所以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 来做解释 首先 文体 与文本的表述的区别 文体是指文章的题材 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 它是以整体来看的 所以 文体可以分成五大类 所以我们先看到这张图 我们看到这张图里面 如果以整体来看 我们都叫它饮料 那文章也是 如果以整体来看 可以分成五大类 分别为继续文体 说明文体 应用文体 抒情文体 还有议论文体 这五个文体呢 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什么是继续文体呢 继续文体就是指 运用 描写 叙述的方式 来叙事 写人 状悟 寄警的文章 说明文体 是指文章 透过说明事物的真理 真相或道理 使人获得知识 那应用文体 应用文体 是指用在社交 或生活实用上 我们常见的日记 海报 便条 公文 都是属于这一类 抒情文体 是指 文章传达 抒发 作者情感 这一类的文章 我们都叫抒情文体 再来 议论文体又是什么呢 是指 文章透过评论 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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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文本表述 文本表述是指作者在文章中所运用的表达方式 它是深入文章的内容去感受的 通常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继续 第二种是说明 第三种是议论 第四种 抒情 第五种 应用 有这五种表述方式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杯雪奇冰 相信小朋友不陌生 如果以整体来看 我们是不是说它是一杯饮料 可是当你品尝它的滋味的时候 品尝它的内容 你可以喝到 红茶的滋味 你还可以吃到冰淇淋的口感 所以文章其实跟这杯雪奇冰一样 它不是只有一种表述的方式 作者在文章中 他可能运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来传达他想要表达的内容 感受 比方说 他可以用继续的手法 来叙述一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又可以抒发他的情感 所以我们就说他的文本里面 运用的表述方式 就包含了两种 继续的 还有抒情的 那比方说 他也可以在继续 在议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用叙述事情的方式来表达 提出他的论真论理 那你想一想 第十二课的 有用好还是没用好 是不是 他在提出 作者在提出他的观点 他的 他的议论 用议论的方式来表述 可是他用了叙述事情 写故事的方式来传达 所以我们说了 一篇文本里 可以有多种的表述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解释 自然段跟异议段的关系 影片中 有两张图片 左边是大卖场 右边是百货公司 这两个地方的商品 都有共同的特点 他们的商品都琳琅满目 五花八门 种类繁多 如果今天我们把大卖场 跟百货公司 用文本的自然段 和异议段来做比喻 你觉得 谁的商品 陈列方式 是比较像是文本的自然段 谁又比较像异议段呢 想一想 好 我们会发现呢 大卖场的商品陈列方式 跟文本来做比喻的话 它比较像是自然段 那百货公司的商品呢 它就有点像异议段 有些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我们用下一张图来做解释 我们看到了 大卖场跟百货公司的商品都很多 我们看到图中 大卖场里有七种商品 分别是篮球 运动服装 泳装 运动鞋 玩具 童装 还有婴儿用品 当你进入大卖场 你是不是会发现 卖场里的商品 不同的品牌 可是相同的种类 它会把它放在同一个货架上 就有点像大卖场 现在老师在左边的陈设方式 一个货架 一个货架的摆放着 可是对于顾客来说 当你今天想买一双运动鞋 进入了大卖场里 你有没有发现 容不容易找得到呢 所以它就有点像文本里面 我们说如果文本有许多的自然段 当你想要找到讯息时 自然段落这么多 又没有经过整理 相信你一定很难找到 你想要找到的讯息 可是百货公司不一样 他们会先把相同功能 或者特性的先做一个分类 比方说在右边这张图 一样是七种商品种类 百货公司就会把篮球 运动服装 泳装 运动鞋 这四种 把它区分在同一类 因为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 所以百货公司可能就把这个楼层命名为运动商品区 而玩具 而玩具 童装 婴儿用品 适合儿童使用 跟儿童相关 所以它可能把这个楼层就命名为 儿童用品区 所以想一想 如果今天你想要买运动鞋 到大卖场买 找到运动鞋比较方便呢 还是到百货公司寻找运动鞋商品 会比较来得容易呢 好 那第三个问题 谁是装周 谁是会师 老师在这里要卖个关子 因为呢 下一次的直播课 老师就要带着小朋友们 一起来认识装周 装周 就是装子 他的著作 《装子一书》 里面收录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你知道吗 我们生活当中所运用到的成语 有不少是来自于装子一书呢 小朋友你回家后 可以找一找 哪一些成语的典故来源 是出自装子一书的 你可以在下次的留言区 跟大家做分享哦 好 现在是交流时间 我们第一部分的教学 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在留言区做留言 老师会为你做解答 和回复 好 各位小朋友 刚才看完了影片 老师在留言区 看到了有一些小朋友 有问到了 有一个小朋友问说 什么是公文呢 在应用文体里面 有一个叫做公文 公文是指机关之间 所发的文件 比方说 学校对学校之间 或者教育局对学校之间 为了要行文给各校 知道讯息 所以我们会发所谓的公文 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文章 然后再来呢 还有人问说 文体是否还有其他的 刚才老师在影片里提到的五个是比较常见的 你在课本在小学课本里面比较常见的 那文体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 当然有 比方说我们没有提到的诗歌 诗歌就属于继续文体里面的其中一样 那包含还有你所背诵的唐诗或者是诵词 这些都是一种写作的文体 那还有小朋友问说 那抒情文本又是什么呢 比方说今天你思念 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你写的是你的家人 你思念了他 然后你把你的情感 借由文字 写在文章里面 传达给别人知道 这样的一个文本 就叫抒情文本 那这里老师再做一个补充 刚刚你有看到老师在影片里提到的 在那一杯雪奇兵里面 我们说雪奇兵就像一篇文本 一篇文本里面 如果作者可以用到两种以上的表述方式 比方说他用了继续 他也用到了抒情 那如果他两种都涵盖了 那你想想看 那你还能够判别 他是属于继续文体 还是抒情文体吗 当然不可以 所以呢 现在呢 文本当我们在判别的时候 不再单一的使用一个文体来做判断 而是针对内容 看他的内容里面 用到的是什么样的表述方式 所以一篇文章里 可能他有 可能他是抒情文本 他也可能是继续文本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还有没有谁有其他的问题 刚才有小朋友问说 为什么不是上第十二课 今天我们现在 第一个部分在做的呢 是上 昨天的时候 昨天的直播课程 有小朋友对这些问题 有共同的疑问 所以呢 老师在直播课会先做 在开场 会先做这样的疑惑的解释 那当然如果 在直播结束后 有人是在最后上去浏览影片的 你也可以把你的疑惑 写在留言区 老师也会上去看看 然后在隔天的直播课程 还会在线上帮你做解答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再继续看第二段影片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教 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 文本讨论 首先活动一 我们老师要来教小朋友运用比较方格 来撰写结语 首先请你想一想 分别对这两个故事写一段结语 什么是结语呢 结语就是 故事读完了 它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 你读完了之后 有什么样的心得 再请你将结语填在表格内 我们来做一个回顾 在昨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针对这两篇文本 做了一些整理 整理出了故事的背景 故事里有哪些角色 还有角色们的观点 我们来看一看 大树与老木匠这个故事背景 是有一棵又直又高 需要十个人手牵手 才能围得住的大树 大家都称赞它是棵神木 而没用的树 这篇故事里的背景是 庄州到惠师家做客 他来到了庭院里散步赏景 那大树与老木匠 这篇故事里有三个角色 分别为土地 木匠和大树 土地对于大树有没有用 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土地说 这么美 树是有用的 木匠则认为 这棵大树呢 做不成东西 它是没用的 而大树本身认为呢 他认为就因为没有用 反而让他保命了 所以其实还是有用的 他们三个人的观点 是否一样呢 那就为什么不一样呢 请你想一想 再来 在没用的树这篇故事里 惠师对于树 长得歪七扭八 他认为这棵树一点也没用 又不能砍下来 所以它是没有用途的 那庄周呢 则认为树的用途很多啊 所以这棵树是有用的 再请你想一想 这个故事 你得到了什么启发呢 请你把它写下你的节语 然后呢 老师也要请你再想一想 这两篇故事里 都在讨论树 有用还是没用 这些角色 他们的观点 有没有谁跟谁的观点 是相似的 好 请你写写看 想一想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的教学活动二 是观点的论述 我们说了 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观点 那到底什么是观点呢 观点指的是站在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所以呢 我们读完这两个故事 这两个故事呢 有做着自己的观点 那你呢 所以 请你分别对这两个故事 写下你自己的观点 再将观点填在表格内 今天的教学活动到这里 老师这里呢 要告诉小朋友 老师希望你有一个课后的回馈 老师在这个 线上教学的影片下方 建立了一个连结 当你点选下去 就会看到有一张Google表单 请你呢 在Google表单上 写下你今天上课的内容的看法 然后请你回传给我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挑选几个 写得很棒的小朋友的作品 在线上跟各位 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做分享 那再来 老师再做一次预告 下次第三次的线上直播课 我们将介绍 庄子的著作 透过他的著作 我们来认识一下 庄子写出了哪一些有趣的预言故事 那他跟会试之间 平时又是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我们将在下一次的课程中 来进行探讨 然后感谢你今天的聆听哦 待会儿老师会再做 小朋友们 我们课程还没结束哦 刚刚呢 只是教学影片的结束 我们现在呢 是要回到现场来 那刚才呢 在看到 小朋友在观看影片的时候 有留言提到的一些问题 有许多小朋友 还是在问说 这一课是什么问题 刚刚我们才解释过了 如果我们回到课本来看 这一课呢 有用好还是没用好 用到他里面呢 举了两篇的故事 这两篇故事里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是写故事性的文本 它一定是属于什么样子的表述方式 用故事叙述事情的发生 所以刚刚我们在介绍文本的时候 文体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属于哪一种表述方式 你也可以在线上留言的地方 写上你的答案 那再来 除了用到叙事性的 他用叙述故事性的以外 他们有没有提出他们的论点呢 比方说 木匠有自己的看法 大树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那他们用 在说明自己的论点的时候 把自己的论点 支持的理由 说出来 跟别人 寻求别人的认同 这个呢 就叫做什么 这个呢是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呢 好 所以你看哦 一篇文本 比方说第一 第一则 大树跟老木匠 他用到了叙述事情的方式 也就是继续性的表述方式 他也用到了议论的表述方式 所以你要说他 我们在讲这个文本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他包含了这两种表述方式 而不会直接再把它判断 他是继续文体 好 另外 还有小朋友问到说 什么是结语 结语的意思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结语呢 指的就是 你看完了一个故事 你一定会有所启发 你会为这个 为这一个则故事 下一个结论 比方说 你看完了 放羊的孩子 这个故事你听完了 你的结语是什么 我们知道放羊的孩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村人 一直骗说 狼来了 狼来了 最后的结局 是不是真的狼来了 把他的羊给吃掉了 然后甚至于 这个小孩呢 就可能也被狼吃了 所以 读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自己是不是得到一个结论说 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 不可以说谎 当你一而再 再而三的说谎的时候 就会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结语 不知道小朋友这样说明 有没有比较清楚 那另外还有小朋友问到 什么是神木 记不记得 一样是在康宣版 我们在上 三年级的时候 记不记得有 马告 生代公园 里面是不是有提到神木呢 神木是指 他的树林已经超过了好几千年以上 他的树高 也好几公尺 非常的巨大 就像刚才我们在第几段 在第一则里面的第一段 讲到背景 他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地方 是不是有提到一个线索 他说 这棵大树长得又直又高 需要十个人手牵手 才能围住 那你看十个人手牵手 是不是告诉你 他的树干的粗 我们说他的树干的粗 是很粗的 必须十个人的手 拉着这么大 所以神木的意思是这样 那还有小朋友问说 什么是保命 保命的意思是说 保护住自己的生命 回到这个故事来看 大树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用 在木匠的眼里 是没有用的一棵树 他做不了任何的家具也好 船也好 他完全没有功用 对木匠来说 所以呢 这棵树才可以保全他的生命 而不被砍发下来 那另外还有小朋友问 什么是观点 观点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跟立场 比方说 我们举例子 刚才在第一则故事里 大树的观看的角度 他是不是站在自己 就是因为他没有任 对木匠而言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他才可以把自己的性命 给保下来 保护下来 所以他的观点就是 其实对我而言 我长成这个样子 是有用处的 对我自己而言 那木匠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观点 那还有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 刚才有一个小朋友提到说 为什么没有讲到有用的树 小朋友请你看看第二则故事里面 第二则故事里的标题 他是不是写了没用的树 那后面他打了一个什么 标点符号 是不是打了一个问号 这里为什么要打一个问号呢 你回到文本想一想 惠希跟庄舟 他们两个对这棵树的看法 谁说的对呢 你想一想 是惠希说的对吗 长得弯弯曲曲的 就不是一棵 一棵有用的树吗 可是 庄舟是不是提出另外一个看法 他说长得弯弯曲曲的 他的姿态就像在跳舞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两个人的观点 看事物的观点不同 得到的想法 或者结论也不大相同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观点 好 还有没有谁要问的呢 那另外呢老师要说 小朋友你们在这个影片的下方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连结点 这个连结点呢 是Google表单的连结 你只要点选进去 然后把里面的问题 今天上课的内容请你回答出来 然后你只要寄给老师 老师就收到之后 看看你的答案 那我就可以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有人问说 那大树跟老木匠有几个一段呢 这里特别再补充 小朋友你认为文章为什么要分第一段 如果只有自然段可不可以 我们以第一则跟第二则故事来看 第一则的故事 它有几则 有几个自然段呢 昨天我们看过内容之后 里面是不是只有四个自然段 那如果我们回到刚才影片中的举例 今天你的货架上的货物就只有四个架子 四排架子 对你而言会不会不 找东西会不会不方便呢 我想应该是还好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文章很长 你的段落自然段可能 甚至于包含到十几二十段 甚至有时候像你在看长篇的小说 它可能章节小说里面 它的自然段就可能因为对话的关系 可能又来到了二十几段 就好像第二则故事 它的自然段就有了七段 那如果文章的内容一多 你是不是东西多 是不是应该做个整理 就像我们说的 百货公司这样的整理方式 是不是就让你的物品 看起来是容易找到了 然后也比较看起来比较整齐了呢 所以你想想看 第一则故事需不需要一一段呢 然后你也可以想想 那第二则故事需要吗 所以这个答案都可以说 然后话我们说在区分一一段的方法 刚才有提到 你回想刚才在影片中的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他们都是怎么样子 去安排他的货物的呢 他的商品的程式 怎么样安排楼层的呢 相同的物品 或者他有相同的功能 他有相同的特点 我们会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呢 你看到了文章也是一样 当段落里面 比方说你今天再叙述一件事 这些好几个段落里面 可能都在讲这件事发生的经过 比方说早上 我们以时间点来做说明好了 你今天要讲 今天你出去跟爸爸妈妈出去旅游 那一开始你通常会说 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日子 然后呢 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出去玩 这是不是你的起因的部分 那接下来你可能分了好几个段落 再叙述说你出去玩的这趟旅程中 你看到了什么 你从早上的时间点 然后再到中午的时间点 到下午时间点 然后夕阳西下准备回家 那这些是不是都是你游玩的过程 所以刚才举例的这样的四个段落 是不是就可以因为它是 在你游玩过程的一个相同的 相同 他们有相同的特性 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归纳成 同一个意义段 那你就可能会说这是你旅游的经过 那最后你可能会在最后面的地方 就写上你的心得感想 今天出去玩 感觉跟家人一起相处 非常的愉快 所以最后一段也可以 它就独立成一段自己的意义段 所以意义段有没有特定的答案呢 意义段的区分呢 是没有特定答案的 那怎么样子判断 你区分的意义段是正确的呢 如果说你区分了意义段之后 你可以很明确的说出你区分的方法 你抓到的特点是什么 那只要可以说得通 说服得了别人 那这样就是正确的意义段 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 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们到书店去 你会看到书店是不是常常都会把 有历史性的书本放在同一区 心理方面的图书也放在同一区 绘本可能也放在同一区 它其实就是在把相同特点的书 收集然后放在同一区 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所说的 在做整合 那而且它还可以再整合更大的哦 比方说书本的种类是不是有分大人看的 还有小孩子看的 所以如果你在把书本分成这两类 它的可能区分的那个意义段就更大了 所以意义段怎么区分是由你自己 只要你每个人的分类方法都不同 那可是你要说的有理 这样就是了 好 那还有没有谁有问题 刚才可能有人进来的时间点比较晚 刚才有讲到有人在问说 那庄子跟惠子是谁 他们两个 我们说到下一次的直播课呢 我们会提到这两位 那也会跟你们介绍 庄子他写的一些 坏制人口的成语故事 小朋友都知道成语是有典故的 他跟我们所认识的四字词最大的差别 就是成语故事 它为什么会让你知道它的意思 因为它通常都是因为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它的起源 那所以呢就比较容易了解 那四字词不一定是成语 那成语是不是四字词呢 当然是 所以它的分类上面是这样子来分 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那老师在这里还是要再重申一次哦 有很多小朋友还是在留言区不断的洗版 或者是还是留了一些不雅的文字 希望呢你把这些文字呢 不要在这个公开的场合 公开的可以浏览的地方留下来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留言区 是做一个良好的互动 真正想要问问题的小朋友 是可以把它留在上面 让大家知道 我是不是跟他有一样的疑问 那也可以透过这样子老师可以知道 那有人有问到说 那神木可以活多久 神木可以活很久 像台湾的神木 有些甚至已经活到了两千多年了 对啊 所以这也有 有小朋友在问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那希望下 我们是下一次的课程呢 是在下星期一 那小朋友 你记得点选下面的连结 Google表单 把你的答案告诉老师 让老师知道 你们上完这一堂课之后 有没有什么想法 另外老师也要提醒你 线上课程 并不能完全取代实体的课程 老师希望你在线上课程看完之后 能够利用机会 跟你的原班老师 如果你有疑问 可以跟你的老师提问 那或者在我们恢复上课之后 复学之后 你也可以把你的疑问 在课堂中再跟老师提一次 那这样对你的学习 才是真正有帮助的哦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 希望下次你们 能够准时再上来 老师期待再看到你们哦 拜拜